穿著外套一頭中髮的男子 臉色看起來非常恐懼 他跪在地上 雙手被黑色束帶綁住 臉頰甚至有被打的紅腫痕跡 因為他買車欠債被人拘禁 不僅被毆打還被脫光衣服 報案人在今年6月份 到本分級合委派出所來報案 有位民眾遭毆打恐嚇以及拘禁 被害人在2018年買車代步 卻因為錢不夠欠了債主10萬元 2019年3月債主約被害人 到台南仁德的一間廠房談判 講清楚 結果雙方發神口角 債主出源羞辱 甚至拿球棒痛打被害人一頓 還要他下跪 強迫他把衣服脫光 被害人的阿公 趕到廠房簽下150萬的本票 把孫子救回家 這名被害人被虐待 長達整整8個小時 案子有受理 並沒有施案 台幣登記表 受理報案登記表 被害人的朋友今年6月 到警局幫忙報案 卻因為資料給的不夠完整詳細 警方只給了他一張受理報案單 10月報方馬國女大生命案 迎接警方對於報案的重視 11月受害人的朋友才拿到三連丹 他控訴警方辭案 11月份之後 報案人又到本票局來提供 比較詳細的發生的時間地點 那本票局在受理之後 就立即開立報案三連丹 警方吵著妨礙自由 還有傷害罪偵辦案件 但被害人是同期犯身份 已經藏起來比封頭 沒辦法親自說明案情 警方也通知案件的 其他相關人士出面說明 要把這些林業案抽絲剝繭 一一釐清真相 記得來關照李承諺 台南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